在位于甘肃核心走廊戈壁滩的九刚集团,有这样一个女汉子,15年前,随夫从刚,多年来,她在钢铁生产一线奋斗,认受高温和粉尘,在研究室里钻研试验,研发新产品。 她就是九刚集团鸿心股份公司钢铁研究院不锈钢研究所责任工程师陈云霞。 2005年,陈云霞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因为老公是家喻官人,便选择到九刚工作,自此扎根在这片戈壁滩上。 刚开始,在钢铁生产一线工作,她每天要面对1500摄氏度左右的钢水,除了高温还有粉尘,一天下来灰头土脸。 日前,陈云霞就在其工作地向记者坦言,自从干了这份工作后,从来不敢化妆,更是少有穿新衣的时候。 没有给你换衣服的地方。 日前,陈云霞发新产品,陈云霞和同事们开始了加班加点的日常。 在项目组中,陈云霞是为数不多的女生,但她也是有名的拼命三昧。 在需要寄样品时,几十公斤样品,她会自己扛到快递公司。 我们做不绣钢产品的自来周期就比较长,常规接订单一个月,常规产品也得将近一个月,提前一个月保定单才可以。 但这个你还要从零开始,从成分都不知道,就最起码的成分,你用什么东西去练都不清楚是呢? 那会儿任务就挺紧的,应该是从二月,前期我们就赶紧的找相关的资料。 当时好像是,我印象中不到一个月时间,我们就已经在现场生产了。 经过近三个月的全力公关,陈云霞和团队成员研发出体素体抗菌补锈钢,并通过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抗菌材料检测中心检测, 抗菌率超过99%,可有效抑制常见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成为了国内首家生产430型抗菌不锈钢的企业。